988新闻线 晚上7点30分 今天是2019年9月9号 你好我是冠杰 你好我是湘君 999啊这是好日子呢 其实今天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今天也是一个购物的 就是网上促销的一个大促销的日子 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 你可能点击过一些产品的那些网站啊 你就会被那个 被投放的广告给 洗版了 你的脸书有吗 我脸书没有 反而我是淘宝的那个app 自己跳出来提醒我 全部都会跳出来 因为就是一个网购节 其实我觉得以前一开始 大家比较有印象网购的节日 是双11这个光棍节嘛 然后发展到双12也是 现在好像几乎所有什么双10啊 双9啊 都会有一个网购节 就好像那个情人节以前 2月14号是情人节 后来延伸到每一个月都有个 14号是情人节 商家的把戏 在过去这个长周末 烟买是肆虐的 看到了沙拉月古静的小学 明天开始会停课 而杨美云就说会竭尽所能的施压印尼 联合抗衡大超市 工会就说杂货店统一招牌 会转型数码化 海政部长他承认说 杯葛事件呢 政府的反应是太慢了一些 而默默沙布呢 就说各族其实应该互相学习的 国家元首说 但阿多拉陛下就提醒全国人民 不要为了一己私利而挑起敏感的课题 就是不要去破坏国家的和谐 还有团结啦 陛下说联邦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不能够凌驾在国家团结这个价值观之上 那陛下也欢迎政府致力于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 还有就是巩固国家经济和财政所需要的各种措施 包括说解决生活费啊 还有消除贫困的问题 另一方面 首相敦马哈迪今天就誓言 政府会持续的尊重和捍卫君主立宪制的主权 那敦马今天是在国家王宫发表献词的时候承诺啊 政府会保障伊斯兰作为联邦宗教的地位 还有要捍卫马来人 沙巴沙拉越人民以及其他种族的权利 就好像联邦宪法那边所产明的那样这样子 他就形容陛下就像是一把保护和团结所有人民的一把伞 无论是种族啊 宗教还是政治派系 其实陛下都在保护大家的 敦马也表示啊 政府致力于整顿国家摆脱这个贪污烂权的文化 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马来西亚 其实明年上 就是这个西蒙上任之后呢 其实就一直在打着说我们在一个新的马来西亚底下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希望说我们这个新的马来西亚 是会更和谐 各族之间更融洽的一个社会 但是啊 在过去这两个星期 其实也不难发现到说 接二连三一直传出有关种族宗教相关的课题 也包括了日前发起的这个 杯格非穆斯林运动 其实这个运动也不是日前发起 只是日前被揭发而已 是的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就发文告说 他认同全国爱国者协会Petrios对政府的批评 也就是希望联盟政府没有在非政府组织 发起杯格非穆斯林和非土著产品运动开始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反对 林冠英说在巫统和一党的领袖公开支持这个杯格行动之后 全民也开始关注 那接着西蒙才看到这个课题潜在的危险 那爱国者协会最近就除了批评政府之外呢 也认为说杯格运动是荒谬非理性愚蠢和具有破坏性的 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 而且一定会失败 对此呢 林冠英是非常赞同 他也呼吁马来西亚人必须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真正的蛮吓人 其实这个课题已经烧了很久 但是现在可能好像是还是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这个新火 还是在燃烧当中的 所以看到除了林冠英这样子讲之外 看到国家诚信党主席莫沙布 他就说道啊 其实马来社群呢 应该跟非乌易 就是非马来社群在商业上做一个良性的竞争 而不是透过杯格商品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一个杯格的方式 对整个多元社会来说是很不健康的 他就说道每一个族群呢 都有自己的优势啊 专才还有特色这样子 大家其实应该互相学习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其实刚才我们在看这个 关险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就有发现到说 网上关于这个号召杯格的这个页面 其实还一直有在 而且是好多年了 那个页面啊 2013年到现在了呢 所以呢 就开始有人就是在关注到底 这些杯格运动好像之前已经有说过 是不是已经很久的 它是持续很久了 然后最近我们突然间关注了 对因为刚才有讲到嘛 就是包括了巫统啊 然后伊党的这些领袖 开始在说我公开支持的时候 这个整个事件大家才很关注 而林冠宁也有讲说 就是西蒙政府好像是行动有点慢了一些 所以真的是希望西蒙政府可以更快的去行动 这些类似这样的页面 既然内阁已经说是不赞同这样子的一个杯格行动 是不是有MCMC出来就去制止一下 没错 那其实看到啊 这个就有人现在提出了一个叫做 伊斯兰城 Rakhat City的一个概念哦 是要协助马来社会的 这个伊斯兰城的创办人 莫哈莫法西尔 他说他们的目标是在10年内 在全国成立100家的 Malakat Mall 就是一个商场 然后其中就是在巴胜谷呢 会至少有30家 其他各州属都会有一两家的 他的建议就是接管 现有那些已经没落啊 那些购物中心的管理权 然后按照他们要的这个概念 来开设新的商场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 不只是是可以协助业者 付出他们的房地产 也可以借此机会去拓展物易的经济 看起来这个概念还蛮完整的 因为确实在全国各个角落都有那种 已经算荒废没落的商场 对他就有讲到 根据这个Malakat Mall的概念呢 他们是建议啊 80%是由土著集团来组成 另外20%呢 就是可能由非土著 还有一些外国的企业 一起去加入 所以这一整个概念 就希望说可以进一步去 帮助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帮助马来社会的那些经济嘛 第二个呢 就是来把一些已经是没落的 那个商 那个店家这样子 或者就是一些广场这样子 可以非误利用 这个我想起之前啊 不是有一件风波之后 有商家 有商场变成那个数码的 一个商场嘛 土著的数码商场 对对对 现在情况怎样啊 后来看到最一个 应该说这几个月前的报道 应该是很多商家 开始慢慢的退出 就慢慢又没落回去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是希望他有这个概念是好 但是你们要好好地经营下去 因为毕竟现在整个经商环境 是充满挑战的嘛 你看大家都在想说 怎么要去自救啊 外扩说有一个这样子的 伊斯兰城的概念 而在这一个杂货商 这个传统杂货商 现在大家第一个想到 就是面对的挑战 很多大型的霸击市场啊 超市啊 连锁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那种小型的 这种便利商店 也是开始在连锁连锁的 传统的要怎么去自救呢 马来西亚杂货商联合会的 总会长方志明 他就建议落实杂货商 数码化转型计划 会联合全国的会员 达到一个三营 也就是厂商方面 工会方面和会员 都受贿的效果 他说这个工会 已经是跟 贸交部副部长张建仁 去讨论了 计划明年上半年 就落实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项计划 而方志明认为说 杂货商不能再像 一盘散沙 应该要效仿 新加坡的U-mart 就是集合这些杂货商等等 就是他们的会员 然后成立一个新的联盟 推出统一的招牌 但是还是会保留原有的招牌 然后是要跟 霸击市场 超级市场 连锁超市去抗衡的 他就说到 他经常对同行形容 这些大的超市 就像是恐龙 而他们这些传统的杂货商 就像是打 他就是觉得说 应该把全国5000名的 会员的力量 结合在一起 这样子才有谈判的能力 他就透露说 在这项数码化的计划里面 他们可能会通过 跟一些送餐的平台 因为现在太多这种送餐服务的 可能就是消费者 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便利 可能向他们购买 而且可能就是会 有人直接送到来你的家 也不一定 杂货商也要转型了 现在过 是啊 你看到这个司机 有出现了Grab啊 等等 这样全部都是走向数码化 所以现在看到说 有工会就建议 传统的杂货商联合 推出一个统一的招牌 而且是一起数码化 跟大型的超市去抗衡 你是怎么看的呢 选择love就觉得很好啊 穷则便便则通通则久啊 那如果你觉得不看好 要统一全国的杂货店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就是不要被关的话 你可以点选set的 就包括就是love还有set 两个选项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 Facebook那边去投选 再下段回来呢 跟你关注一下 这两三天呢 一直困扰我们的 我一直以为是要下雨 结果是烟埋呀 烟埋的问题很严重 回来跟你跟进 来到晚上7点43分 你好我是冠雪 你好我是湘君 先跟大家说吧 这个星期六 就是9月14号呢 在晚上的时候呢 槟城会有一个 很大型的中修庆典 然后我会在现场 还有美云啊 还有慧敏啊 还有阿顺 我们就会在现场主持 槟城州政府举办的 这一个大型中修嘉年华 在旧官司讲的那边 所以北马的朋友 你们跟他过去那边 就是有机会跟988的DJ 包括冠贤有在现场呢 去可以交流一下 不然很多时候 北马的朋友一直讲 我们好像一年真的是 过年才去那一次 那么大吧 也是 而这次来配合 有到这么大型的活动 还有很多歌手会在现场 加上那个星期 又是长周末了 怎么可以不去一下槟城呢 对不对 只是我觉得 这个时间 就是大家一起去欢庆 中秋节啊 一起去过中秋 是很开心的 但是如果这个烟埋的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我们只能够一边 就是吸这个烟埋 所以我担心了 我这几天狂灌水 因为嘴唇开始干裂了 那菌裂了 就感觉是 天气变化 然后导致我们 不太舒服的一个情况 我是在家 就是我住的是那种 空洞嘛 就一直打喷嚏 一直打喷嚏 然后我一直以为 是可能要下雨 然后往外看一下 其实没有什么云 这个天空就是很灰 因为我们的烟埋的情况 超级无敌严重 而根据这个气象局的网站 而且我们是非常辛苦的 一直在refresh 那个网站 不懂是大家一起点进去 它就有点hang了 然后一直是没有办法出现 更新的一个数据 然后刚才最新的 就是更新到7点 全国1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是有超过100点 算是不健康水平 整个国家来讲说 沙拉越州的情况 是最严重的 看到Sri Amman 还有这个Gucin的 空气污染指数 是将近240的 就是一个241 一个236点 都属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而同样也是在 沙拉瓦的这个 Samarahan 就算是从比较 中间在下午3点的时候 还是从200多点 回落到去现在186点 对 算是比较OK一点 然后半岛方面 中马情况是非常不理想的 好像PJ Betalin Jaya 吉隆坡的 Ciao Lai Batumuda 布城 还有Semayal 州的Nilai 空气污染指数 都是超过100点的 其他在雪龙区的 都是逼近100点的 不健康水平 所以提醒大家 真的要多喝水 然后减少户外的活动 那由于这个 燕麦情况很严重 估计是由小学 明天开始会停课 因为当地已经处在 非常不健康水平的 空气污染指数 所以古近中华小学校的 董事会 还有属下的六间华小校长 是一致决定明天开始停课 直到空气污染指数 下跌到200点以下 才恢复上课的 那不管怎样 这几所学校的UPSR考试 会继续进行 除非空气污染指数 是飙升到300点以上 已经是陷入危险水平的话 校方还是才会 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决定 会不会去展颜UPSR考试 不过一切呢 还是要看接下来的情况 据说沙拉月那边 可能要到星期四 才能够做这个人造语 因为天空的这个状况 状况不是很好 对 要等到星期四 真的 可是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烟霾 算是我们的年度胜失 有人是这样子自嘲 刚好我看到 黄家威有在我们的 这个live下面 就是也讲说 吸着吸着吸着 吸了那么多年 好像都习惯了 可是对 大家真的是 还是很希望说 印尼方面 是不是可以 真的很好地解决 其中印尼还跟我们说 往后再也不会有了 结果还是一样一样 每一年这样子来 今天看到了 能源科学科技环境 及气候变迁部长 杨美银 他是这样强调的 他说政府会使用 所有的外交管道 来施压印尼政府 对现在的这个 烟霾问题 采取行动 他就说到 马来西亚政府 已经做好 人造与行动的准备 但是还是需要印尼方面 先破灭 他们境内的灵火 不然呢 我们是这边 造了那个人造雨 下了雨之后 可是你那边的烟 那个灵火 还没消退的话 还是一直这样子来 所以是没有办法 一劳永逸的 解决问题的 是 然后杨美银 杨美银还说 大马驻印尼大使呢 就已经安排 在星期一 会见印尼政府 而我国 在8月6号 已经有进行 一个部长级的会议了 还有跨 禁烟霾污染会议 上面提出这个议题 当时还有包括文莱 印尼新加坡和泰国的代表 但是很遗憾 隔了一个月之后 这个烟霾情况 还是没有改善 然后当下最希望 印尼赶快扑灭灵火 杨美银也相信 一旦9月机后 风向改变之后呢 整个烟霾情况 会有所改善的 希望是这样子的 毕竟现在9月 才刚刚开始了 不过看到气象局就讲 天气条件 如果是许可的话 政府其实会在 受严重烟霾影响的地区 比如说大马半岛的西海岸 还有沙拉越州那边 去进行原造雨 希望可以舒缓 整个烟霾的情况 但可怕的是 有关当局就透露 有鉴于下个星期 这个降好雨的几率 非常的低 所以我国 苏门达喇 还有加里曼旦地点的 这些热点 预料还会持续的上升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地方 会受到这个烟霾的影响 所以还是那句话 就讲大家减少出去外面 戴口罩就要多喝水这样子 然后不要焚烧活动 真的是希望说 下个星期你们的中秋活动 已经没有这一个烟霾了 这几天一定要解决 冰城还好吧 现在 但希望不要有太多状况 除了人造雨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求雨的 好像这个是 伊斯兰发展局 Jakim就呼吁 全国清真寺 执行求雨祷告 来缓解烟霾的问题 民众当然是受邀 要一起参与的了 接着呢 我们就不要再关心 这个天气事件 因为想开心一点的啦 想着就觉得不舒服 毕竟我们现在是在长周末 虽然最后天 可是我们下个星期 还迎来一个长周末 我觉得华人有个 很特别的地方 不管是可能大家聚餐 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是在除夕也好啊 朋友聚餐啊 中秋应该也会啊 可能就大概一聚在一起 就是打便了 就是火锅这样子 而最近我觉得 在马来西亚也是 中国一个很大的火锅品牌 上市公司的 已经是进来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在关注 而在雪龙地区 刚刚开的那一家 据说是整个 mall 还没有开的时候 已经看到九点多 有人在 mall 外面排队 排队 然后直到那个 mall 开了 大家就是以百米的速度 冲去那个火锅店 在那边又继续排队 排队是在拿着 那个泡马牌而已 说的就是这个 海底捞了 是 你看在我国 大家是去追捧啊 但是在中国的评价 是节节下滑 就是因为海底捞的 集团创始人张勇呢 他入籍新加坡了 这个是中国腾讯网的报道 就是说海底捞进来 第一落神坛 然后还说 因为海底捞活起来啊 也是好几年 这几年的事情 对 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的红 去到新加坡也好啊 香港啊 很多朋友去那边 就是为了去吃这一家火锅店的 原本只是小小餐厅 有四张桌子 但是因为他的一个决策 就变成了中国的火锅之王 然后在现在看到 中国呢 却有网民是抵制 这个品牌的 因为他登上了新加坡首付 就是该我们说 创始人张勇 然后这个新闻看出之后呢 网民啊 才发现张勇早就不是中国人了 然后觉得 现在他不是一家中国企业 是新加坡企业 就很愤怒对于这件事情 有网民说 原来支持这么久的海底捞 根本不是中国企业嘛 那他们每年的贡献 这么多的营业额 就进了别人的口袋 感到很痛心很寒心 很好笑哦 觉得之前大家都觉得 这个很好 服务很好 虽然没有的人 就是去弄几家 就是在外面吃 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哈密瓜 我是没有吃过 但是就是一直听朋友 这样子讲 因为要排队太久了 所以哦 可是现在爆发 这样的事情之后 中国就开始 有这样的声音传出 说好像也没有很好吃啊 去其他的火锅店 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不过说起这家火锅店 真的是一个传奇 张勇呢 他是在24岁的时候开始 这一个火锅店 一最初的时候 真的是四张桌子开始 到现在 根据这一家公司的财报 今年上半年而已啊 他们的收入 已经是有大约 69亿令吉 而且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啊 有1亿 900多万人次 去光顾他们 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个了 是不是 不过看到这事件 马来西亚人 尤其是马来西亚网民 在那个留言那边呢 竟然就说中国网民玻璃心啊 不懂 怎样 各有各的看法 可能对我们第三方嘛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是好脆弱 就是因为它不是中国的这个企业 就不想 就发起抵制 不过我觉得 我现在马来西亚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在排队的 我想如果排队人数少一点 可以去dash一下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现在 我们今天问的就是 有工会就建议传统的杂货商 要联合推出统一的招牌 然后一起去数码化 跟大型的超市抗衡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我觉得我们国家 就是我们这边投票的朋友 相当悲观啊 百分之六十八的朋友 认为是不看好的 因为他们觉得 要统一全国的杂货店 并不容易 百分之三十二的朋友认为说 很好啊 吃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酒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 冲汉送说 统一丑要条件 就是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 才说 有了这些计划 才能够被大众接受吗 那 看到Martin Kua就说 新的Felda 感觉也是比较负面一点的 Randy Boo 他就说 欧盟是前车之鉴啊 SK仲说是政府花样多 但其实这个是来自 那个杂货商工会 他们跟政府的一个探讨啦 OK 看到Jeslene Leong 也是觉得说 A型不通 不过Brandsport就觉得说 很好的主意 就是行政方面 可能就会有点比较复杂啦 Win Wong说 认同 因为现在世界一直在变 连经销模式都变 如果还死守救治的话呢 就只有等着被淘汰 Hayden讲的东西 也是相当 跟那个一致的 跟他朋友 他说现在已经数码化 就比较方便 但是马来西亚的老店铺 实在太多 如果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话 就会慢慢被淘汰了 Trey Heng说了一个实况啊 没去杂货店很久了 很多东西都上网买了 所以他觉得杂货商们 真的是也需要进化啦 OK 所以我觉得现在杂货商们 可能就是看这个工会那边 怎样跟政府达到一个更好的共识 所以最后可以影响一个 三赢的一个层面 做生意就是要求进步 因为这个世代的竞争实在 太激烈了 所以呢 加油们啊 杂货商们 不管你是做什么生意都要加油了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半会继续在 988这个电台跟你说 整理一整天的新闻